2023年兔年初一走春 台南古蹟的建築 他初一騎機車 來台南走一走 目前我們看到的是 四粒古蹟原台南放送區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台灣輔城大南門 他是三級古蹟 他是比較 在台南僅存的一個 城牆比較完整的一個 大南門 這大南門的一個清朝的體制 另外一邊的話是 林南門 城門都會有兩個 名稱 那這是清朝的大砲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非常有名非常漂亮的一個 原日治時期的 台南周廳 那就是周廳的意思就是 周政府 以前不叫 我們台灣叫市政府 他們以前叫做台南州政府 那目前是國立 台灣文學館 他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被美軍 轟炸的不成樣子 那經過戰後 經過整修 那恢復到原來的 恢復到原來的樣貌 那我們接下來 看到的是 他的另外一邊 那這個台南周廳 他蓋的時候真的非常的美麗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日本 券業銀行 台南支店 那目前是台灣土地銀行 那台灣土地銀行 那台灣土地銀行的對面就是 非常有名的林百貨 那林百貨是當初 台南 在日治時期 最高的建築 那目前看到的是消防局 這也是日治時期所建造的 那對面的一個圖書館 這個也是日本 時代所建造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原來台灣 台南的警察局 那目前是美術館 那這是西市場的門口 西門路的一個西市場 這也是日治時期所建造的 這是孔廟前面的癥結坊 那這是原日治時期的地方法院 那地方法院也是蓋得非常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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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收看 謝謝收看